差不多有幾百萬 我是很傻眼 我說 你不要打開 你趕快收好 他就把他的袋子打開 然後 他拿出了一碟現金 然後說這給你做紅包啦 我真是嚇傻 你知道嗎? 我就說 不好意思 你講國語嗎? 是想要吃泡麵嗎? 我就說 欸 外面人肚子餓啊 然後我就去用泡麵 然後我旁邊那個困難就 超級不開心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喔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蔡 今天呢 要跟大家聊一下有關於 國泰航空的重大形象危機啦 那這次事件呢 就有三個國泰航空空服員 取消大陸乘客的英文 引起了極嚴重的後果 那國泰航空呢 本來是宣布要調查三天的 結果在23號晚上 直接緊急宣布解雇這三名空服員 這次的事件呢 在大陸的網上被公開啊 所以引起了非常多媒體啊 跟人民的討論啊 造成了這個公司啊 形象非常非常受損 前所未有的危機 那這件事情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先來聽一下這個影片 香港國泰航空座位被分配到最後一排 可以清楚聽到空服員在準備餐點 以及休息時的閒聊 聽著聽著發現空姐們持續嘲笑一位乘客 只因為把毛毯的英語說成地毯 讓他氣到決定錄音投訴 所以它是說 carpet is on the floor 人家是剛剛要那個毛毯的 他講成carpet吧 录音檔 毛毯的路 錄音檔雖然有機艙內的雜音 但還是聽得出來 空姐們你一句 我一句 討論毛毯和地毯英語的說法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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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說越起敬 越說越過分 We're gonna sit back in English We're gonna have it 我在這邊說一句啦 我覺得身為空服員 不應該跟客人開這種玩笑 他們不是在後面閒聊嗎 沒有欸 這是閒聊嗎 我覺得不管是閒聊還是在客人面前 開玩笑就是要看場合 我覺得這場合是非常差的 我覺得不管是閒聊還是在客人面前 我覺得都不應該跟客人開這種玩笑 我一從那個西班牙回來就接受到這個訊息 我覺得身為前國泰航空的空服員 超級屁股的丟臉 我也不覺得以前國泰航空的空服員 是可以這樣子的 你今天不是西南航空 或甚至你不是一些聯航啊 或是美國那種比較chill的航空 我是覺得不可以這樣子的 最後一排跟後面真的很近 這不算嚴重的還有更誇張的 但我們就不要走到更誇張那邊啦 因為這個已經是不OK啦 這個就已經是低級玩笑文化低落 來真的你好像是在嘲笑他不是嗎 玩啊 31秒的錄音 記錄下國泰空服員 又是英語又是粵語的酸言酸語 親耳聽到這些話的大陸乘客 上網痛批歧視 還指控整趟航程服務都超離譜 還有一位老人飛機起飛後不久 就抱著孩子去上廁所 空姐就在後面 先用粵語廣播提醒老人回到座位 然後這位空姐就用粵語對另一名空姐說 他們聽不懂人話啦 欸這個我就很常聽到了 錯的地方是不是騷到中國人 這個跟哪裡人是真的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中國客人 其實就是他們只是很多地方不懂 並不是不乖 我覺得文化有時候還是有些差異 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上飛機 那沒有關係 就是你跟他講他都是ok的 甚至於你對他比較堅定的語氣說 欸你現在沒有辦法使用這個東西 那他們是會覺得說 喔喔我明白了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來跟大家講 我在飛機上發生的事情 這個東西以前我一直都沒有講的原因 是因為我怕我講出來了 對國泰空服員的空姐形象不好 那今天我就要來講 第一個就是有一次 我飛台北 台北跟香港的航班就是很短嘛 對不對 很短的航班當中 我跟你們說 那時候我們還必須出餐點的時候 不是那個 你們現在看到所謂的餐包啦 餐點上了 我們就要推出去了 於是這時候有一個伯伯 我問了我的同事 他就用中文 欸那個空姐不好意思 想問一下 他才講到這邊 我的同事跟他說什麼 Wait a moment please 就說請他先等一下 然後伯伯聽不懂嗎 他就算了 然後我們就出餐出來出完之後 伯伯又再叫他一次 他想要問出入境的問題 等一下吼 我出境 可以馬上再入境嗎 隔壁的空服員跟他說什麼 他說 I'm sorry Do you speak English? I can understand 我先跟你們說 第一點 外商飛機裡面 你飛台灣 或者是你飛其他地方 大多一定會配一個講中文 兩個講中文的在飛機上 要不然國泰請我幹嘛 我們每一個在國泰航空中文的 不管是香港人還是台灣人 全部都要考過中文PA才可以過training的 什麼叫做PA PA就是 你會聽到的就是 各位旅客很好 我們現在即將降落在桃園國際場 請你你備數值 左反收起 這個叫PA Public Announcement 然後 他說他聽不懂 我完全就是 這是傻眼啊 我心想說 你怎麼會聽不懂 那個時候的我 因為才進去公司 也不到兩年了 我也不好去challenge人家 反正呢 出晚餐我就趕快偷偷的過去 我就說 欸你好 那個我會講中文 你剛剛想要問什麼呢 BB就說 他想要問出境的東西 他說 喔 不好意思啊 我說 你跟我說台語也可以啦 啊我待會 我怎麼會 我買開公司啊 他到了之後 出境 不去外面 然後再回來上面 入境 然後再搭下一班回去 他需要那個出境的帳 我說 喔 這樣喔 可以啊 可以啊 然後他就說 他不知道怎麼走 不知道怎麼去 我說 欸 沒關係啦 等一下喔 我也是下班啦 我又不會你去啦 啊BB就 人很好很開心 喔 你台灣人啦 是啦 剛剛那個空姐 欸 都不會說中文啦 我很緊張 我說你不要緊張啦 可能他齁 就是 都住在香港啊 很多不同國家的人啊 這樣啊 就不要讓他想太多 然後於是伯伯就說 我跟妳講喔 他要跟我講私事 你知道嗎 他說 我跟妳講喔 他包包打開 裡面是 一疊一疊一疊全部 滿滿的現金 他的包包都這麼大一個 他說他裡面 差不多有幾百萬 神神傻眼 我說 你不要打開 你趕快收好 然後他就跟我說 哎呦 你真正 就趕快到三天了啦 我說 對對對 好 於是要下飛機了嘛 我就走去前面找伯伯 我就說 好 我帶你去 啊 你先出境 你出境完之後 我再接你上來 然後帶你去check in 這樣子 他說 好好好 然後我都帶完做這些手續 他說我人超好 可不可以留我的聯絡方式啊 我說 哎呦 這樣抱歉啦 沒關係啦 他就說 啊 不然這樣啦 他就把他的袋子打開 然後 他拿出了一疊現金 然後說 這給你做紅包啦 我真是嚇傻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他拒絕 我說 不用啦 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啦 齁 啊 你快點 等下 他可以上飛機 我就跟電影講說 哎 阿姐 不好意思 那這個 伯伯他可能比較不理解 等一下麻煩你 就是 再帶他一下 那伯伯就順利 但他有留我的聯絡方式 伯伯一到台灣 這就是後續了 因為他一到台灣就是 就有打電話給我 跟我道謝啊 什麼之類的 他說以後如果我在台北 有需要任何幫忙的話 就盡管找他 後續我知道這個伯伯的阿伯的背景 不簡單 這個後續了 然後有一次呢 我剛好要到台北 因為我跟伯伯都有在聯絡 跟他的家人也有稍微聯絡一下 然後呢 他就對我很好 我去台北 他們就會想要幫我安排 就是Hotel啊 然後 然後還要請我吃飯 什麼之類的 但是因為 之後我不知道怎樣 我的手機好像換了 我就丟失了伯伯的電話了 因為我記得 我之前好像不知道怎樣 他就說要 又要給我紅包 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是第一個故事 就是我看到的 因為如果我之前講出來的話 我覺得 對空姐的形象不是很好 因為我在這邊要慎重跟大家講 你們所看到的這個 其實在空服園界 他只有10% 90% 都還是好的空間 對 那伯伯就沒聯絡 但是我也不敢再去找這個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伯伯年紀已經很大了 我怕 收到不好的消息 你知道嗎 然後如果那個伯伯有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家人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就就可以聯絡我 沒有關係 我不問背景 我這是很私事的問題 是不可能 去問人家背景的 我只能講 他說他在台北有非常非常多房子 然後他拿出給我那疊現金 這麼多 也有50萬 我不知道多少 還有第二個 我覺得這個也是頗過分 那次我們是非常突 所以我們出餐呢 是這樣子的 就是通常L1航班有分 一天有四班 如果你是碰到中午過後出的話 那我們就是Full Service 也就是說 出 飲料 點心 過一下 收東西回來 再出 正餐 再收東西回來 再出 茶水 再收東西回來 然後呢 馬上 又要去廚房 把這個小點心一些餅乾啦 放在廚房後面 讓客人可以自己去拿 這是正常的流程 然後呢 如果你是飛夜機的話 就是那種晚上半夜才出發 我們就只有 晚餐一餐 晚餐出完之後 我們就去擺那個 宵夜了 我先跟你們講一個 比較特別的點 你們如果飛長班的話 飛機上你們會吃到兩餐 對吧 那第一餐是上飛機前給的 最後一餐是 你要下飛機前的前兩個小時 你上飛機出了餐 後掉三個小時過了 十三個小時就剩十個小時了 十個小時大家不會餓 睡睡睡睡 好 睡了五個小時之後 可能有一點餓了 但是離下飛機還有幾個小時 五個小時 有些空服員他們可能 不想要出泡麵 他們直接 再前五個小時就再出一餐了 這樣子 你就不用送泡麵了 有聽到這邊嗎 那一天 剛好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沒有這樣出餐 然後呢 到送泡麵時刻 我碰到的那個客人呢 是一個媽媽 六十歲 左右 跟我同事說 不好意思 我想要那個泡麵 同事就說 Sorry? What do you want? 他就開始比手畫腳 那我在後面我就看到了嘛 我差不多也猜到是什麼意思了 我那個同事過去就跟他說 I'm sorry I don't I don't understand 他就從口袋 因為有時候我們口袋 都會塞很多那個什麼啊 那個花生啊 或是有一些東西 他拿出花生 在那邊問他說 你要這個嗎? 媽媽就說 OKOK Thank you 他可能不想出泡麵 我就過去 然後我就蹲下來 我絕對不可能 跟我的客人做這樣的事情 我絕對不可能 我會這樣子跟他講話 我會蹲下來 我絕對不可能彎腰 我就說 不好意思 你講國語嗎? 是想要吃泡麵嗎? 他就說 喔對阿 我想說 也有一點冷 我可不可以給他一個熱水 我就跟他說沒有關係 等一下去幫你準備泡麵 好不好 那你要等我一下下喔 他說好好 謝謝你 謝謝你小姐 我就說 欸外面人肚子餓啊 要泡麵這樣子 然後阿姊就說 喔好啊 然後我就去用泡麵 然後我旁邊那個confrid就 超級不開心 再跟你們講一個小小東西 就是有時候 因為泡麵的味道會散嘛 然後大家會覺得泡麵很香 有時候你吃到很難吃的泡麵 原因是 少數 少數空腐圓 為了 不要讓泡麵的味道飄這麼多 它會打開然後加冷水 再加一點熱水 也就是要溫不熱的泡麵 然後送去給你 就會覺得泡麵難吃 你就不會想點了 欸我們為了泡麵真的是 花盡很多心思耶 我們就去準備泡麵 然後我們就出泡麵了 然後那個媽媽吃到泡麵他就 真的是很感謝我 我也覺得說你其實不用感謝我一成百 就是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這樣申訴他會中嗎 欸我跟你們講喔 你們要申訴怎樣好不好 來 申訴單給你 寫一寫 你下飛機了 申訴單拿給姊 就看姊要怎麼做啦 有些人看一看 OK 直接垃圾桶撕掉丟進去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 我把它解決掉 結果講完故事沒有講到他的故事 反正的這個錄音當中啊 最後他就說 if you cannot say blank in English you cannot have it 我覺得真的太過了 這整件事呢 就提醒了我們 不論是在航空業還是其他行業啊 尊重客戶的重要性 是無法忽視的 然後每個人呢 都應該接受到 平等跟公正的對待 無論他們是來自於哪個國家 說什麼語言 作為一個國際的航空公司 國外航空確實是有責任啦 所以我們期待著 國外航空能在這次取得教訓 然後做出有必要的改變 希望他們可以確保 同樣的事情不再發生 地情人員 我知道你們辛苦辛苦了 喔不不不 你們比我們更辛苦 地情人員的故事 我也是知道的可多了 你們可是真的辛苦啊 我就先不講地情了啊 好不好 好啦這支影片就到這邊了 這是我的小小故事啦 好不好 如果喜歡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 記得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掰掰 欸 欸 我跟你們說 很多東西啊 我是真的沒有辦法講的 就是我還是有所顧慮啊 就是會顧慮 陳東家的顏面或怎樣 所以我是沒有講的 要不然我故事可多 你知道嗎 因為會感覺我講空姐好的東西 你們誰想聽 但我講空姐不好的東西 感覺就是我的頻道 都在講一些 八卦或空姐不好的東西 我不想這樣子啊 那你比較想講好的地方還是不好的地方 我就沒有想要講空姐的話題啊 我就沒有想要講空姐的話題啊 我看看 我看不見了 可以吃太多東西 那我看不見了 我看不見了 好有趣 還有水 好啦 五穆